開啟之前App也會提醒我們要戴眼鏡 這真的很驚人 不愧是解析度有到8K 今天一樣會有禮物要送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開啟CC字幕 然後看到最後喔 嗨 哲哲開箱 那台在全世界賣爆的雷雕機又來了 就是我右邊這一台瘋鳥雷雕機四代目 那其實LaserPaker以前已經出了三代的機種 每一次的機種都在全球廣售好評 然後出貨的狀況也很不錯 這次我們要開箱的就是它最新的機種 第四代的機種 外觀看起來就是用的是這種霧面的消光色的金屬 其實近看整個機器的質感是非常好的 我剛打開的時候也嚇一跳 因為很像我第一次打開Dyson吸塵器的感覺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很高級的家電 這一次的機種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是它有雙雷射的設計 也就是說它可以跨越不同的材質 你在創作上就比較不用顧慮 哪些材質必須要用藍光 哪些必須要用紅光 這次就是一台機器 你就可以很大膽的很放肆的做你自己的創作 前陣子他們也在台中辦了體驗會 聽說在那個現場大家也是豪評不斷 今天終於就輪到我們來幫大家玩玩看 Laser Packer的瘋鳥雷雕機第四代 那它比較特殊的是它有一個很直覺的面板 然後它是有觸控的機制 像我現在就讓它機器休眠 然後按一下它又打開了 然後上面它會直接顯示 就是現在使用的光源是多少耐米的 就像你平常用手機或是用平板一樣 它可以直接左右滑動 然後就切換它的光源 然後這台機器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可以讓你直接存檔案 放檔案在這個機器裡面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依賴這個面板就好 你不需要一直去Check你的手機 或是Check你電腦的畫面 比方說你有一些固定的會使用的Logo 你就可以直接存在機器裡面 就不用每次要雷掉的時候 還要去開你的檔案 就是面板的設計是非常的直覺 很簡單 沒有什麼多餘的 會讓你踩進一個大陷阱的設計 那這個橘卡色的 這就是保護眼睛 底下就是我們的等一下會一直用到的作業台 這邊的話就是有一個抽風口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它會把一些煙霧啊 什麼小雜質吸走 讓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創作的進度到哪裡 那這台機器還有一個很酷的設計 就是它的機身是可以旋轉的 現在馬上就表演給大家看 它上面有一個把手 然後把它稍微的往後推之後 再往後拉 它就變成一個垂直的角度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有比較大 體積比較長 比較高的物品 想要做雷掉的話呢 這台機器可以幫你克服 它的尺寸上的限制 這一邊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其實有一個旋鈕 那我們剛剛是先把它轉鬆了之後 才可以把整個雷掉機翻轉過來 所以如果你平時是往內轉緊的狀態 整個機器是很穩固的 不用擔心有鬆動的問題 那剛剛有提到這一次的蜂鳥雷掉機呢 它是有雙雷射的技術 規格分別就是10瓦 然後450nm 還有2瓦 1006nm的雙雷射 然後它的雷掉的速度 比起前一代有很大的進步 它的速度現在是 每秒可以刻2000mm 精細度也是突破前所未有的規格 有到8K的解析度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那我們今天要挑戰的第一個材質就是 木頭 大家家裡都有的木頭 我們今天還會試著完全不用電腦 單純用Laserpacker的App來做雷掉 那首先呢 我先把這個小木塊放進我們的工作區 再開啟Laserpacker的App 然後來選圖片 那我們先選擇這個Logo App裡面會讓你選 你想要雷掉圖的尺寸 然後大家就依據自己的喜好做選擇 然後現在呢 就App 我們就透過App把這個圖傳到機器本身 在App裡面呢 會有不同的材質 讓大家選擇 像是有光明硬膠 矽膠 塑膠 或是氧化金屬 不鏽鋼銅 綠 或是壓克力板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那如果你想要有更多材質的選擇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用他們的電腦版的軟體 就可以做更細節的設定 好 那我們現在的雷雕的功率 還有深度 都已經設定好了 那我現在先開始預覽 我剛剛有先把物體放到我們的工作區 但可能我們雷雕的範圍 還沒有很細節的設定好 現在就可以透過App去調整 我想要雷雕的位置 那現在看起來圖片已經在木板的正中央 我們就可以透過機台來做對焦 那它對焦也是很方便 就是你只要看到兩個紅點疊在一起 就代表已經對焦完成 這是雷雕 那在雷雕的過程中 這個面板也會顯示你現在的進度 是幾% 像我現在看到雷雕的進度已經到55% 然後花費的時間 只花了18秒左右 喔 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雷雕的成果 還不錯 顏色什麼都剛剛好 然後清晰度也很高 那接下來我們要雷雕的材質 就是小鋼杯 因為這個小鋼杯它是一個圓柱體 所以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旋轉套件 都C上去了 這次團隊也很貼心的 附了三個 有不同大小的調整夾 所以大家可以依據 你想要雷雕的物品的大小 選擇不同的夾口 配件裡面還有一把尺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會透過這把尺 去量一下 我們這個杯子的直徑有多大 然後再到APP裡面做設定 這次雷雕也是完全只用手機 試試試看可不可以搞定一切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圖都選好了 那要特別提醒大家旋轉套件它會有那個方向性的問題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多試幾次 這樣的作品才會比較完美 預規覽 現在先稍微預覽一下 我們等一下雷雕的位置 然後還有確認一下焦距目前是不是都OK了 結束預覽 那我們用尺來量一下這個杯子的直徑大概是6公分 那我們就在APP裡面輸入60mm 圖下已經傳好了 那我們就來選材質選鐵 然後選好材質之後 系統就會幫我們帶入預設好的功率 還有雕刻的深度 雷射的波長也已經選好了是1064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雷雕 那雷雕之前呢 APP就會提醒我們現在要開始戴護目鏡 確認好 看起來位置都是正確的 然後方向也是對的 目前雷雕的進度已經快要20% 已經花費了25秒左右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現在雕出來的線條其實都還蠻細的 就是它的解析度還不錯 好完成 那我們現在就把 這邊有一個小齒輪可以把它鬆開 就可以把杯子拿下來 可愛 有了 春天先生的圖 那我覺得瘋鳥雷雕記憶第四代 在金屬的雷雕表現上真的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要用這個後紙板 來挑戰比較大面積的創作 我們現在已經把 就是大面積創作會需要的擴充滑台 已經裝上去了 然後後紙板也已經放在我們的工作台上 那我們現在選了法師的警示圖 然後我們把它雷雕在這個後紙板上面 這個紙板可以立起來隨時提醒我們 好那我們先設定寬度跟高度 然後下一步 再傳圖片到機器 然後雷射的長度是450 那雷雕的功率選了17% 深度選了4% 那我們就開始 然後要開始之前 App也會提醒我們要戴眼鏡 剛突然雷射光就加速了 好完成 哇 建議每個上班族都會在家 那我們大聲把這個上面字寫出來 我們對待這些畜生也不要猶豫 這幾個字都刻得非常的清楚 就可以立在桌上 然後上班上一下就可以看 哇 這真的很驚人 很愧是解析度有到8K 那我們剛剛幫大家試了三種材質 但頁面上呢他們還有試了非常多這種其他材質的物件 那大家都可以到頁面上去看雷雕的效果是什麼樣子 那我今天自己體驗下來呢 是覺得這個第四代的蜂鳥雷雕機 它有雙雷射的設計 就是你在設定的時候呢 就不用去多想說這是什麼材質 我要使用什麼樣的雷射光 它的App或是電腦軟體其實都非常方便 會幫你預設好這個材質需要用的功率 或是它的深度 所以如果你是雷雕小白的話呢 就是可以考慮入手一台來玩玩看 或者是你已經有它前面幾代雷雕機 那這一代呢 也是在很多的功能上都有做改版 有做升級 你可以考慮把這台第四代的蜂鳥雕雕機 收進你的兵器庫裡面 幫你的創造力 你的生產力做大幅度的升級 那我們今天一樣要送禮物給大家 那我們要送什麼呢 那我們要直接大放送 送出一台蜂鳥雕雕機第四代的基礎款 那要怎麼樣得到這個超狂禮物 就是一定要訂閱按讚開啟 以及哲哲開箱的小鈴鐺 留言跟我們說你想要用蜂鳥雕雕機 做什麼樣的作品 然後記得要hashtag哲哲開箱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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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